各位全球的鄉親朋友 歡迎收看 《夜的飛過台三仙》 我們節目沒有出事件 禮拜夜的禮拜五的下主題 三點到四點 有志願和一個意見 帶來大家聽說 《夜的飛過台三仙》 今天在節目當中 要留台價 不但像本意躺在那裡 和本意館在那裡 我們學家密室的料理 用版本來做 今天我們節目 做點面書給出帽 非常的反映 各位朋友 驚驚熱鬧 學家公共傳播 記得面書 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的臉書 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正在直播 或者你可以上臉書上頭 有看到燕子飛過台三線的粉專 或者是查一下徐子彥 或者是郭敏昌的臉書 現在都在做直播 沒錯 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 在節目當中 這樣欺騙的 郭敏昌的 郭敏昌 阿全師 掌聲歡迎 阿全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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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說阿全師 這樣沒辦法 這時候我跟阿全師 不好意思 如果大家現在在看直播的話 大家一定要看看 紫燕今天穿的V請 多麼的美妙 有沒有看到 這個呢是客委會喔 他們評選出來得獎的作品 這是評證農會 評證農費 家政班他們的作品 有得獎的喔 你看到在北部的客家人 就會用客家花布來做一個呈現 他把髮布做一個呈現 那你看看我們阿全師身上穿的 藍衫 藍藍的 藍衫 加上我們的藍藍的部分 三峽 三峽他有特色 對 那講到三峽的部分 因為其實呢 我們阿全師呢 在阿全師 新八師的三峽 由於叫阿爸雞 蘇魯菜 阿爸的私房菜 我就覺得很奇怪 很多人都會想爸爸 想媽媽 想奶奶 想爺爺奶奶的時候 都會說 媽媽的私房菜 阿婆的私房菜 爺爺的私房菜 奶奶的私房菜 那為什麼阿全師 你的叫做阿爸的私房菜 是阿爸也是廚師嗎 對啊 其實在 為什麼我在三峽 為什麼 因為我是狗湯胎書 來到台北三峽 狗湯 狗湯 你是高雄大樹 對 狗湯的胎書 爽爺的那種 對 我們來到三峽 然後就是因為開了客家 就是開了客家 其實三峽這一塊來講的話 我們是比較 是一個比較 就是親和力比較好的地方 那我們就是 因為爸爸他本身 那是屬於是在做於 客家米食的一個 的醬缸文化跟醬菜文化 是非常的講究的 那當初我就想說 為什麼我們 其實那時候我一直想說 為什麼我們可以來做一個 就是 以前都是媽媽啦 姨婆啦 這樣子做客家料理的一個部分 對 那我們想說 用爸爸的一個 阿爸的客家米食的料理 來做一個 這樣一個傳承 更有親和力的一個方向 是更有感覺 更有溫度 對 因為他跟阿全是說 帶爸爸 在高雄的台書版上 因為爸爸 他本身 在那裡就 暗港 他們說 在那裡就 在那裡就 因為泰家的行業有影響 先前有說過 比如說 暗冬瓜 王莉 等等 那樣板 在那裡就 暗港的文化 帶到客家米生 在那一車 就會這樣 米生在烤跳 阿全是 在一車大邊 在那裡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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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 來 很快 給我提示給我 給我提示 給我提示 趕快上臉書 搜尋 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 我們的臉書 現在正在直播 你想學 我們客家料理 而且 今天不用鍋子 不用鍋鏟 很簡單的方式 你就可以把客家元素 客家的美食 來學到淋漓盡致 尤其今天阿全師 在現場 會用最無私的方式 他不內傳 只外傳而已 確實真的是外傳 對 他不內傳 只外傳 所以大家趕快 準備好筆記 以下馬上 我們就來進行 這個客家美食的 現場直播 大家聽過很多廣播 都在告訴你 美食要怎麼做 今天不單單 讓你聽得到 還現場來示範 告訴你怎麼做 而且 大家安全帶請幫 今天 子彥要拿菜刀 如果 那真是哈比陷 如果連子彥都可以拿 因為我每次都是拿麥克風的人 對 如果連子彥都可以拿菜刀 做菜的話 你就知道 我們的客家料理 真的很努力的在推廣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就安排 今天的天衣服 今天的天衣服 有講到嗎 阿全斯 他所成立的 竟然是阿爸的四路菜 阿爸的四路菜 阿爸的四路菜 讓你先聽說 下廣播天台 你會在泰加索 今天的節目 今天 比高 土耳三線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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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全斯 好 我們各位朋友們 各位朋友 如果你想學習客家菜 又覺得說天氣很熱 我真的不想開火 我也不想拿鍋鏟 其實呢 你可以用很輕鬆 很貴婦的方式呢 來做客家料理 那我們今天呢 阿全斯在現場 阿全斯呢 到底要先從 要為大家 先示範第一道菜 老師先跟大家講 我們第一道菜要做的是什麼 好 我們今天我們第一道菜 我們先把食材介紹給我們大家 好 第一 我們現在目前我們準備了 我們的雞胸 我們的雞胸肉 雞胸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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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我們就我們的 酸果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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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再來就是我們的番茄 它是一個 就是我們等一下把它 準備調色的 最主要的我們還是來 我們準備了我們的 大蒜 我們蒜苗 我們的蒜苗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要準備把它切絲 切絲好 最主要的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最主要 因為為什麼這一道菜 屬於是客家米食的一個 哈嘎米食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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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一道菜 是 因為它之前它是 其實我們在從古代的時候 我們就阿婆那時候 其實雞 我們的雞都是養得太過於過頭 就可能會比較老一點 喔 老母雞 對 老母雞的一個概念 那其實老母雞來講的話 我們一般的老人家 它吃的話 就可能沒辦法去咬得動 對 老母雞 所以說我們就 過年過節 我們就把那一隻雞 我們就把 拜完拜拜 拜公啊 拜公拜拜 拜完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 雞 因為它比較屬於色 對 比較色 比較不好咬 對 比較不好咬 所以那時候以前的 我們以前的阿婆 他們就把它 把它 用絲的 用絲的 就像這樣子 我們用絲的把它 絲成一絲一絲的 這樣子你看 就絲一絲來講的話 老師等一下 這個有沒有方向啊 這個有方向 因為我們要看它的雞胸肉 我們雞胸肉 是順紋還逆紋是不是 我們要順著它的紋路走 順著它的紋路走 是 順著紋路走 我們就把那個 剝絲 是 剝完絲 因為你不可能是蜜紋 蜜紋 你是沒辦法把它 剝完絲 對 絲下來的 是是 如果你用切的話就會 那你用手絲的話 要這個角度才會這樣 其實用絲 用切的來口感 跟你用絲的口感 完全是不一樣 對 跟切洋蔥的概念一樣 真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我們要把它 剝絲 是 我們在剝絲當中 我可能就要麻煩 我們燕子姐 燕子姐 燕子姐 這個菜都拿去啦 大家注意啦 好不好 工作人員請注意啦 我要拿菜刀了 我不知道我叫燕子姐 會不會菜刀 會喔 人家都叫我燕妹 對 請燕子姐 我們把我們的蒜苗 把它切絲 是 有辦法嗎 可以 我像家政班的 當然是可以 我是平鎮農會家政班的 請問老師 你要這麼長 還是要截短呢 你要多少 沒有啦 就是截短也可以 好 我們就成為一個切絲 OK 看燕姐嘛 有唷 有唸過喔 有唸過喔 是不是 它會滑你就換一個方向 是啊 換平的地方 對 沒有切豆豬是最高原則 對 自然姐姐 聽一遍你說沒有 主持這個世界 你要切絲的感覺很重要嗎 嗯 就是很 很特別啊 同體別 而且 要快說快做 而且這時候余娟 你就要負責講啦 我做動音診啦 不要發太過 沒有人說 因為我會提到 你的專長家做的 熱心有沒有怕辨 熱心好治療 所以我會相信 你會發出 一邊切絲 一邊主持 一邊唱歌 OK啊 沒有問題啊 走走走 唱來唱歌阿犬石啊 是 你看喔 你的名字叫郭敏昌啊 那你為什麼叫做阿犬石 其實說真的 老師我切好了 好 切好了嘛 不會太快 太快了 我都還沒有剝好 你就切好了 還沒講完 對啊 我都還沒講 好 我倒帶 我倒帶 你繼續 阿犬石它是屬於是一個 我從以前 我在高雄的時候 我們在那邊開餐廳嘛 你們家就開 不能在那邊 在大樹開餐廳 沒有沒有在國泳 國泳 在 其實那我自己開的 那因為我以前 我就開一個高 我那時候以前 我有在辦外匯 喜宴外匯 攀照 攀照 做班照的 那個就是 我們就辦外匯 所以說那時候 我申請了一支公司 高泉海鮮外匯料理 高泉 高泉 高泉的高 安全的泉 那大家都以為我是 為什麼 大家以為我姓郭 大家都叫我 郭高泉 他成本一直這樣 被人家叫到 習慣了說 你的名字叫郭高泉 其實我的名字 其實我的名字 真的不是郭高泉 他叫郭敏 常 所以是因為當初 申請公司的時候 的關係 是 對 跟他完全沒有關係 可是你知道為什麼 我叫子燕嗎 為什麼 以前我叫 其實大家都想說 燕子燕子啊 那你為什麼叫子燕 為什麼呢 為什麼 你不知道齁 對啊 因為我就有一次跟人家打賭啊 我說我一定講對 如果我猜錯的話 我名字顛倒寫 從此以後改名叫 徐子燕 確認你了 原來是這樣子喔 對 因為其實我以前的名字 大家都叫我小燕子 小燕子 對 都叫我燕子燕子啊 可是我就跟人家打賭 我就輸了 我說我如果輸的話 我的名字就 點都下 點都蔭 後來我就叫做子燕了 老師我請切好了 你還要我切什麼 來 我們的辣椒 我們準備了一支辣 我們辣椒 因為它是顏色 我們去把它顏色 要配色用 配色用 那要鶏子嗎 鶏子切絲 はい 分かりました 夾中班的喔 我憑正農會夾中班的 近年阿全時 阿全時跟我們弟弟說 辣椒 客家話怎麼講 辣椒 對辣椒的客家話 啊你真的是要烤 你要烤我嗎 對要烤一下 哎呀我還沒有初期班 都還沒烤過 我打算我今年等一下去烤而已 今年才要去烤 沒關係那我們今天 讓你可以邊做菜之外 我們來客人教學 然後邊學客家話好不好 這個好喔 對我們今天你看 第一個 今天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你烤豆給雞胸肉 對 熊普妞 熊 熊 熊普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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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要比這個動作呢 不需要你知道嗎 真的嗎 廚師不需要比這個動作 你知道嗎 我以為是我比我的肚子 那個叫做 肚子 肚子 意思又不一樣喔 好 老師那你說辣椒要去紫嘛 對 對辣椒要去紫 反正它最主要也是配色用 對配色用而已 OK 那我記得以前老師 像我們在配色 這些東西 我們都要給它那個 泡一下水 它的原 就是它會捲得比較漂亮 對它如果你切細來講的話 你泡個水的話 它就會比較 會捲起來 它捲起來 它的弧度會比較漂亮 它有弧度性 會比較漂亮 比較自然 你看我問的有沒有很專業 對 非常專業 非常專業對不對 給兩個自燕劑 你去切二條麵的蒜 然後還有六十 還有阿翔絲 你去整個家裡 去煮那個 你去熊普妞 你看我們 現在目前我們把我們的雞胸肉 我們把它 把它 撕成絲之後 我們就 剛才我們燕子姐 它有切碗的我們的 我們的蒜苗絲 有一點粗辣 其實 喔燕子姐 我們的蒜苗有點粗 因為我們 我們老師說 做人要大氣 不要小理小氣 怕人吃 喔 真的喔 對 好 來 趕快切絲喔 是 那接下來呢 我們現在把我們的蒜苗也 跟雞絲放在一起了 對 我們把蒜苗跟雞絲 等一下我們燕子姐 切好的辣椒 我們辣椒絲也把它放進來 喔 辣椒有腰下去 喔 我們把它 好 喔 煮下去拿去下去 用 用下去 砰下去 砰 砰 砰 放進去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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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OK 這個會太大氣嗎 喔 太大氣了 可以啦 來喔 進來 好咧 我們就進來 其實這道菜真的 如果你把它學起來的話 說真的 因為在家裡的話 一定會有用到雞肉 對 超超超大 我們把雞肉用成這樣子 做一個涼拌的動作 來吃它的話 真的口感它不屬於我們外面買回來的啦 或者是說 去大飯店餐廳吃啊 都不屬於他們 是 來 酸高麗菜 酸高麗菜 切絲 要切朵絲 切絲一點 越細越好就對了 對 好咧 沒問題咧 師傅 好 我們今天呢 那我們就 余軒繼續教老師說 我們那個客家話 高麗菜 其實我們在客家話 有好幾種說法 對 我們可以說 它是一個 也是可以講 對 也可以講高麗菜 高麗菜 對 它都可以講的 對 老師你說這是 酸的高麗菜 酸的高麗菜 因為它高麗菜 它本身有很多的做法嘛 我只聽過酸白菜 對 它是 當然是一個酸白菜 它是 不屬於是客家美食的一個市場 那高麗菜 因為它是大量生產期的時候 它是屬於是一個 就是 每年的年底跟年初的時候 都是大量 台灣都大量生產的 很多的狗裡吹啊 那本身就是 未來做一個的醃製品 有的人是做乾 我們把它醃製品 醃製品醃好的時候 我們拿去曬乾 曬乾 曬乾 變成 骨裡吹骨 對 骨裡吹骨 對不對 它是一個這樣子 所以說它成為一個 這樣的效應 那我們 再來就是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 因為高麗菜 它本身有很多的 骨光感態 它有很多的養分 都在裡面 所以你要讓它成為一個 自然的發酵 然後怎麼讓它發酵 就是當然我們用 下去讓它 大會報告 好 是的 老師 這個會不會太絲 好不會來 好 漂亮漂亮漂亮 全部下嗎 接下來那個動作叫什麼 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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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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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7片嗎 還是 我們不用把它切對半就好了 對 檸檬 把它切對半 你要給它擠出來 所以我要那個吧 OK 這樣你這樣比較好擠 大蒜頭的部分 蒜頭部分大小顆 我們差不多20 一二三支五六七八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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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七八都出來了 很會 很會 很會喔 對不對 很會 很會 所以說我們在蒜頭的部分 我們差不多 八顆 好 打碎 打碎 好 打碎 再來我們把檸檬擠進來 為什麼要用一點檸檬 因為高麗 松果裡吹它本身有帶點酸 是 可是它的酸度來講的話 可能是沒辦法說 它能夠 跟雞肉來搭配的話 酸度應該可能是不夠 是 所以我們就是加入那個松果裡吹 我們就把它擠一點進來 好嘞 擠一點進來 差不多 量子差不多一顆啦 好 你再加了 放在那裡的檸檬 然後 把蒜末呢 蒜末 蒜末喔 蒜末就給它放進去 對 那有時候如果你覺得顏色還不夠的話 我們可以加一些番茄 好 我們番茄 我們把番茄籽把它拿掉 Tomato Tomato 我們把它拿掉 我們把它切絲 可是我們今天我們的燕子姐 可能是把我們的辣椒好像都 辣椒都已經切完了 對 切完了好像不用淺的一樣 對 不是淺又用啦 它的顏色就很漂亮了 對 那整個顏色就很漂亮了 所以說顏色跳出來之後 這個我就不加了 對 原來我們最主要是 好 那我們 你三下了 你跟美鳳 先給大家煮看看 你三下了 表面看一塊是 台下煮一堂 這個香蜂 然後去 洗都一洗一洗以後 再加上香蜂有沒有 切都一洗一洗 再加上香蜂 香蜂切都一洗一洗 然後 蒜末的玻璃菜 蒜玻璃菜 蒜玻璃菜 切都一洗一洗 表面下去 表面的蒜頭 這幾號的湯 這是二號二砂糖 什麼湯都無所謂嗎 都無所謂 白湯也可以 給它捅 我們就 可是要比較好畫的 如果說你放個大冰糖 對 大冰糖不要啦 我們就二砂糖跟白糖 我們都可以直接讓它加進來 對 它是跟它一洗洗的給它捅 最主要的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去抓它的時候 當然顏色會比較白 對 可是因為白色的話顏色會比較好看 就看起來就沒有這麼開 所以我們 我們感覺到清好色 所以說要加到 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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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就 我們南部客家化 醬油怎麼講 一樣講醬油 一樣講醬油 對 一樣講醬油 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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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老師請教你 像我們剛剛在用這個 玻璃菜 酸的高麗菜 因為我們很多同學 或者是朋友 他們會自己去醃漬 這個 酸的高麗菜 對 那我們在做這料理水 要不要需要浸泡過水 要汗過嗎 口裡吹來講的話 它如果是我們是經過 我們這樣子加工碗之後 我們就是要稍微汆燙過 也要熱水汆燙過 對 要熱水汆燙過 它熱水汆燙過 我們就水滾 就我們就直接 要把它丟下去 我們就把它撈下去了 用高溫去稍微大概把它 帶過一下就對了 對 帶過一下 你看現在目前的顏色 都大概都有跳出來 是 帶一點醬油的顏色 可是醬油不能太多 醬油太多的話可能 會強陷 會強陷 它的顏色看起來就沒有這麼美麗 沒有這麼美麗 漂亮 對 好嘞 那今天在節目當中 各位鄉親朋友 你這樣當中 在做麵糞的出步 那時候鄉親朋友 在那裡放在節目的發呢 你自己在學家公共產博基金 在這麵糞當中 看起來就在節目當中 在做出步 是 現在看到 來自然的微生區 還有 阿全師 郭敏昌老師 阿全師在這間建築 高台加英雄百姨 用這部卡住 變相對 自由的那種 鄉夫妞 英雄百姨來做料理 來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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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 在做話 也要拿木跳下去 不是 是 挺有怕的 放雜 你只是想著 說說 10分鐘才做好 同件 veterans 同件選擇 而且 這也不需要講什麼刀工 像子彥的刀工 那麼你的 對喔 接下來 你還要再加一些香菜 對 老師說你香菜多少 好 三百 一斤三百多塊 所以如果大家不吃香菜的話 你也是省到 但是你可以加一點 如果說你要 我們講說 我覺得有時候在做菜的時候 就是講到色香味俱全 還有最主要是擺盤 對 以前我們的老師就說 你大菜你用小盤去擺 也不好看 小菜用大盤去擺 就感覺又不一樣 所以呢 好 我們在做任何料理的時候 這個擺盤是非常重要的 好 這樣煮好了 平衡一輸五顆魚 還要這樣 等待會兒馬上看直播的朋友 我們要送好禮囉 我們要送好禮囉 趕快幫我們做分享 我們待會兒要送好禮 待會兒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今天這一道料理 這是裡面有什麼 你看喔 我再重複一次喔 這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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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面呢有 香蕃魚 香蕃魚 還有玻璃菜 就是酸的高麗菜 酸的高麗菜 酸的高麗菜 自然姐 香蕃魚看不到啊 香蕃魚看不到啊 走走走走走 這樣有濕焦嗎 有任何的香蕃魚 香蕃魚 酸高麗菜 還有辣椒 還有 松涼 泰蔥 香蕃魚 香蕃魚 香蕃的 香蕃的 糖 檸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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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蘭 檸檬 它最主要是配色用 配色用而已 其實就很簡單一個涼拌菜 然後我會很建議大家 如果說我們自己家裡面 你看我們剛剛一點點還這麼多 真的 所以我們上菜的時候 我們第一道狼盤 我們以前半讀的時候 不是都會第一道菜叫狼盤 對 狼盤嘛 狼盤的時候我們就 第一道菜就上狼盤 先讓你開開胃 那我們就可以來吃吃看 好嘞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在聽廣播的朋友 我們就先來欣賞一首好聽的歌曲 待會呢 如果說你現在正在聽廣播 還沒有在收看臉書的朋友 你可以到我們在臉書上面 你去搜尋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的臉書 就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正在直播 對 所以呢 如果你沒有背棄我而離去 我要送大家 這個是阿權師 他們家超厲害的史上無敵 呃 霹靂啦 霹靂啦 史上無敵宇宙超敵 霹靂啦 阿爸的客家菜裡面的辣椒醬 辣椒耶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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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的辣椒怎麼說 一樣啊 辣椒啊 辣椒 辣椒啊 我們只講辣椒 對 來 你好 辣椒 好 我要請問大家 我們問大家一個問題 這個是老師 他們特製的辣醬 裡面呢有 老師說什麼椒 草田椒 還有大辣椒 下去混合 混合的 那它主要是用我們的客家的紅蔥油 紅蔥 紅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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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而來製造把它結合在裡面 所以它會很香 非常香 我跟你講它吃起來 那我們不要送好了啦 我們可以不要送了嗎 不要送好了啦 送別的好不好 你不要送了嗎 不然就來送那個老師的菜刀好了 就是因為想要撕 好 來 各位朋友們 我們現在喔 我們現在那個直播 我們直播是ok的嗎 我來看一下 現在直播已經開始了 是是是 好 現在直播是ok的 那我們各位朋友們 我們請阿權師出一個題目 是 出一個題目 然後答對的第一個人 第一個答對的人 我們就把這一個特製的辣椒醬 特製的辣椒醬 要送給我們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 那些人在那裡 在那裡看出部給他們 那些人在那裡 去找10題目 靠你 在那裡趕快寫上答案 趕快上傳 第一個答對的人呢 以我們製作小組看到的答案 第一個答對的人呢 我們就要把這一個特製的 這個特製的要送給大家 天頭的美太家今行都的節目 OK 現在比高拖二三先 大家好 大家好 阿權師 大家好 阿權師 阿權師 我們在今天的節目中 不但我想 分太家躺在這裡 看來看 今天在港鄉 各家港鄉全部經驗的面書 我們要做出部 分太家提拜呢 躺共佩 在說你看面書的話 你看看來看 分太家料理 面板印去設置 其實像阿權師 送到親頭的天司 也好 講不也好 總會硬講硬講 對 你說 今天呢我們在節目當中呢 也做了一個很大的嘗試 在廣播當中 直接線上做菜 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不用大鍋子 不用拿一個鍋仔 就像許子彥這種 拿菜刀都有點在抖的人 都可以來完成客家料理 你就知道客家料理呢 有多麼的簡單 又不簡單 正經正經 講簡單 又沒簡單 講期沒簡單 很真沒簡單 對啊 現在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應該有講 我們應該在直播 所以我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要請阿權師 出一道題目 我們要送我們的 阿權師特製的辣椒醬 送給大家 那我們的題目就是 剛剛呢我們在做上一道菜的時候 客家涼拌菜的時候 裡面有用到一種肉 裡面有用到一種肉 那種肉 是我們在客家料理當中 能夠吸吻吸燥 它的手腳 那個肉比較嫩的地方都拿去 做吻的啦 做熱的 那請問我們用了 雞的哪一部分的肉 來絲成 絲成今天的肉絲 顧總 只要答對 就可以得到辣椒醬嗎 要第一個 第一個是不是 對 疑點書 對 疑點書 那就是以我這邊看的 像疑點那一片 看到的味道 我們看到的 天一種人 本來的答案 基本上你用的鐵紅菜 用雞的雞 哪一種 普遍 哪一個部位 去做成的這一道菜 只要答對 就可以得到我們阿權師的辣椒醬 對 特製的辣椒醬 然後待會呢 我們先看答案的人 待會要送之外 我們馬上要教大家做一個 非常有客家味道的 這個是 哪一種 它是屬於是一個客家的沙拉 客家沙拉 對 客家沙拉 因為它客家沙拉來講 它主要的主題它是 我們的鳳梨醬 鳳梨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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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做一個它的Sauce Sauce 對 所以說 其實我們現在呢 在我們的畫面當中可以看到的 包括黑鴨醬 法菜 花椰菜 或者是這個紫色的 或者是木素芽 或者是蘆筍 或者是鳳梨 小黃瓜 玉米筍等等 這些呢都是 大家可以去選擇你喜歡吃的 愛吃的這些 青菜 青菜 食材 在市場如果你喜歡 它可以搭上我們的水果 像我們一些的水果可以讓它 納入進來 都可以的 所以說在市場 在市場裡面如果挑選的話 你想要吃什麼東西的話 什麼食材 你就會來購買一點 而來搭配 今天我們最主要的 就是醬 這個醬 鳳梨醬 鳳梨醬跟鳳梨 它本身兩個的結合性 搭配我們的 這個鮮 我們的 對 這該起來 鮮乳 鳳梨 鳳梨 它是本身 怎麼如果把它搭上它 加上我們的 龍眼蜜 龍眼蜜 我以為它是醬油膏耶 你看黑黑的 它是放了快將近一年的 龍眼蜜 鳳梨醬和鳳梨醬 鳳梨醬 就是龍眼蜜 你看它聞起來就是一個 對它聞起來有聞香的味道 對它聞 對它聞起來就是龍眼的味道 它是龍眼的一個香氣 對 它的香氣跟我們的 鳳梨醬它本身的搭配是非常棒 好 那老師因為我們直播的時間的關係 那我們就分工合作 你告訴我現在要怎麼做 然後你要做什麼 我做什麼 好的 我們現在目前我們先把醬 把它處理起來 好不好 醬好咧 鳳梨醬 鳳梨醬 把它注意一下 對我們的鳳梨醬 這個是鳳梨醬一般醃製的話 因為我們一般的通常我們的鳳梨醬 它本身在於國泰酥 高雄大樹 大樹那邊非常很多 具有很多的鳳梨 那鳳梨來講的話 你要去選過一個鳳梨要纖維多一點的 是 像三號的土鳳梨 三號土鳳梨 對三號土鳳梨 來做鳳梨醬 它是最好的一個食材 是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醃製 差不多將近快三個月過後 我們就可以來做一個這樣一個醬汁 是 它裡面看到它裡面的水 它是來自於它本身出水的鳳梨 它本身出的水 所以說我們不加任何東西 我們就把鳳梨醬 鳳梨醬 我們把它丟進來 還有我們的黃 我們的黃 黃豆 對 我們把它弄進來 其實這道醬汁如果你會 會做的話 看到我們今天會做的話 我跟你講你回去的話 就很多千變萬化了 對 千變萬化都可以來做一個演變的 是 我們 鳳梨醬 鳳梨 我們把那個芯把它拿起來 是 來 幫我拿起來一下 今天你很重要 用十一分鐘版本身的風吹嗎 用十一分鐘 十二分鐘 所以我們剛剛那個還沒弄好嗎 對不對 已經有人回答了 有人答對了嗎 有有 我這邊看到的是 你麻煩你先留一下資料 那我把問一下 梁秀芬小姐 麻煩請梁秀芬小姐 恭喜你秀芬 私訊要主動私訊我們的粉絲專業 不然的話就可能會被直接帶回家 OK 那現在目前我們 再來我們的龍眼蜜 龍眼蜜 我們龍眼蜜把它加進來 大家仔細看喔 剛才已經有 你看它非常蠢的龍眼蜜 把它丟進來 因為它最主要我是壓它的味道 你要壓誰的味道 我要壓那個梁秀芬的味道 它的黃豆子有帶一點太過於 它的味道太過於重 會比較重 對 太過於重 所以你要用那個龍眼蜜去壓 梁秀芬的那個味道 對 然後再加牛奶 牛奶 用了一個廠牌都可以 對 加進來 對 好 我們就 來 把我們放來 我不會 你不會嗎 換我 換我站這邊啊 對 所以其實你看我們現場的老師已經在做 就是我們家裡其實有時候我們在吃沙拉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講說一些醬汁 對 對 一些醬汁就是我們講說一些醬料 好 實在同時喔 用這些醬料喔 營養反應就很大 像這樣阿全其實在那些節目當中 已經呢喔 用重量的食物老闆跟他說 自由的 自由的做到在梁秀 嗯哼 朋友們 還有這個龍眼蜜 龍眼蜜 好 梁桃 梁桃加進去 好 來 還有那個梁秀芬 新鮮的 好了 還沒 買到都按加 以前生用它啦 看起來咪西用耶 厚色 厚色 厚色讚 厚色讚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擺盤喔 對 還沒 我們現在目前我們把打完的汁齁 它就稀稀的 如果你有立網的話 我們就把它立過 因為裡面的鳳梨中 鳳梨它本身的它的纖維很多 那一般通常我們都可以來把它立 那如果沒有立掉吃也沒關係吧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這可能要切掉 他可能切掉 他會切掉 就可以了 再接下來呢 接下來如果 如果你現在 目前覺得比較稀的話 就可以再加一點 再加一點我們如果是比較 這樣看起來是ok 我覺得是ok的 是ok了 來 我們換位子 又來了 是 來 現在目前你要準備我們的加震班的 對 我們職業節準備來綁我們的小黃瓜 切片 切片 你要多片呢 要 越薄越好嗎 越薄一點 長一點 長一點 是嗎 對 你這樣太 OK OK 要坐在嗎 坐在坐在 還好我媽媽有跟我講說 要拿 拿 拿 拿嗎 拿車一抖 對啊 待會我們還有 我們還有沒有東西送人家 我覺得 因為今天的訊號沒有很穩定 可是我真的很感謝 非常熟悉 當你看我們節目的朋友 你一定要回饋一下 我們有在收看直播的朋友們 尤其呢 太加 接觸到哈加菜 還有導演化的料理 哈加菜不僅是 煮醬炒強食 和你講之 也有控育聽聽 其實呢 就是非常導演化的一集編發 接下來 目前看到阿全市 在出現 讓我所有的香草 也要放進去 不論今天要做這個客家生菜 在哪裡都 你把生脈的菜 你都做得吃的 加進去 基本上現在是你 好吃 那種 番薯 你都做得加進去 沒問題的 對 所以你吃了各種生脈的菜 沒錯 我吃了好生脈 吃了來做 自己就當廚師嘛 因為你有生脈的東西 做錯的東西 就像有時候 有時候 有人說 那東西要放進去 沒有什麼一定 我覺得有時候很多人說 那個要放多少 要放幾大匙 要放多少匙 其實你看 每次很多人煮菜 他都是 就是這個概念 太幼了 太幼了 OK 那個概念 對不對 好 幫我那個番茄幫我切片 對勒 OK的 好的 好 好 其實我相信 在我的天一拜 做公佈的時候 有辦法看到 你的態勢 現場的公佈設施 你要這樣見嗎 對這樣見嗎 整件非常非常簡單 尤其看到阿全市 其實人家說 黑芥花說得不太髒 不是 怎麼不髒 別再笑我了好不好 我告訴我 整件的 從基本上的節目 阿全市做得學到 你的食材 要用黑芥花說 其他人是黑芥花 在祖村的世界 京洋做得來好多 客家吧 沒錯 志兄 這要幹嘛 要切片 要多大片 再切個兩片 はい 分かりました 要切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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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顏色就漂亮了 對啊 兩片 OK 兩片 一片兩片 然後 切兩片 切兩片 你給我 給我喜歡三 好 來 你看 你看 有沒有 把它攤開來 攤開來就很漂亮對不對 是對 然後我們剩下六分鐘 請老師動作要加快了唷 OK 來 好 哇 欸康姨瑞真的好像就是一幅畫 好好吃的畫 對啊 因為其實廚師就是一個藝術家 真心 我們就是現在 你怎麼在這裡說 就不但想說 然後三人傳出去 還要留下 然後發明本台牙看 這叫就是 影音同步視覺化 張康姨瑞 其實阿姨說一下公布天台 也要趁你去推行一項事情出現 阿姨如果在天台無限的地方出現 說一下公布天台 那一件做的本台牙看得到的公布 好 原子好了 原子上現在目前我們就把我們的菜色 剛剛我們志遠傑切的我們的東西 我們把它排一排 漂漂亮亮的 就非常 醬醬的 醬醬的自然 醬醬的自然 還有醬醬的菜 醬醬的自然 再來我們剛剛我們 鳳梨醬 鳳梨醬 就是我們鳳梨 鳳梨醬老鳳梨 新鮮的鳳梨 跟醃漬的鳳梨 打成醬汁之後呢 還要加什麼 還要加那個蜂蜜啊 龍眼蜜 龍眼蜜 因為用龍眼蜜的話 它可以把那個豆豉的味道 給它壓過去 對 那個味道會更美妙 這就是非常道地的客家的醬料 加醬料 我們在推廣客家的天光文化 暗光文化給世界 好老師現在要很帥的給他 弄個pose給他這樣子 這樣 要淋上去囉 來喔 不要抖 老師不要抖 我故意抖的 沒有抖的話掉不下來 沒有抖的話 要抖的醬汁流下來 對 然後 哇 這個看起來真的 尤其在那些甜食油 沒有暗的這個世界 對阿 所以不論這個世界 要抖得好啊 真的 光這樣頂多 它的味道就非常香 對阿 我就覺得 老師那個鳳梨莊在哪裡買得到啊 鳳梨莊 那就好了 對 這個水味呢 這樣就完成了嗎 對 我們再來做排排一下 買白芝麻 稍微灑進來 老師你都沒有看人家外 那個國外的 他灑芝麻是這樣耶 他灑要降灑 對 快點老師 耍帥一下 對 這樣子嗎 對 對 對 我們客家人就是帥 就是要帥 我們要跟人家不一樣 對 帥 好這就是好了 你看 我們才用了四分 不到五分鐘 其實非常簡單 如果在家裡的話 其實 鳳梨莊 如果是說 如果你有下到高雄 國泳台書 你那邊的話 路邊應該有說 在賣我們的鳳梨莊 都可以隨時都買得到 當然 你要買到天然 天然的 天然的一個鳳梨莊 吃起來比較健康 所以說 我們新鮮的鳳梨 我們新鮮的鳳梨跟鳳梨 就把它結合在裡面 加上我們的 新鮮的 我們的牛奶 對 牛奶加進來 加我們的 龍眼蜜 龍眼蜜 龍眼蜜加進來 它要它的味道 它的顏色 它搭起來 的醬汁 吃它的話 非常清爽 夏天 非常棒的一道 好家 而且才把冰 對 冰都冰最短 冰涼的時間 你那天的時間 吃整形 再適合不過了 對 沒錯 那原則上 我們在那裡 浪盤的部分 營萬聖 我們在那裡 第一次 講不解 有請朋友 先來評審一次 給我給他 好 天天全都煎草 分泰哥 吉祥呢 順好禮 那時候 吃不完 在那裡 一樣是來得及 待會 老師 我們有沒有那個 旺梨中可以送人 我希望 你現在知道 旺梨中的福利 我們留給直播的朋友 好不好 OK 好 真的 這麼快 這麼快 真的 這麼快 怎麼那麼快 兩分鐘的時間 我們留所有 公客公報 聽到一些 熟談的 唐中朋友 留下說 我們在公客公報 聽到 雷咒 我們不說 我們有些 客家共產 寬寶寄金費 的面子 出寶 故事將所有的 唐中朋友 實在留下的 數據大概率 在那些 小潛 客家共產 寬寄金費 的面子 出寶 今天 非常非常順利 希望大家邀請到 Amy的阿翔師 來到 YNABY 這就是我們 廚師界 廚師界 裡面的 金城武 對 今天 金城武 跟客家林志玲 Oh yes 兩三二 中間來到 YNABY 推審 好了 來看看你們的 這時間關鍵 今天的節目 到來 非常感謝 各位小潛朋友 我不記得 禮拜日到禮拜五 下集團 到來 我們 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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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請問阿翔師 來到Amy的節目 欣賞 所有的唐中朋友 不要忘記了 Amy的客家共產 寬寶基金費 面子 愛來送你 跟Amy的公佈 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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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拜拜 好 臉書直播的朋友 臉書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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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送好禮 等一下我要把桌面清乾淨 稍微請你消 對啊 來人啊 麵子來兩張 麵子 來 來 賣麵子的小女孩來 對 賣麵子的 你是靠臉吃飯的賣麵子 對啊 老師其實我覺得鳳梨醬 如果說我們用冬瓜醬咧 冬瓜醬它有另外一個調適 如果用 對啊 因為你看在我們北部啊 我們很多人都會用 冬瓜 對 煙冬瓜 暗冬瓜 用暗冬 如果用暗冬瓜 如果是用暗冬瓜來講的話 可能就要用優格 用優格 暗冬瓜用優格 Yes Yes 美食到頭 Yes Oh yes 優格 加上優格 好 那我們來送大家一個東西 送什麼 送優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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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優格啦 來自於高速 沒有什麼 狗湧胎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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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看直播的人才有 對 這是你們的福利 來自於高雄大樹的土鳳梨 然後老師剛剛有講喔 這個土鳳梨要找纖維比較多的 比方說是 什麼 幾號啊 你們要吃多久 不是啊 你的意思說像這個鳳梨醬 他這個鳳梨他不是說像這種甜的 很甜的不行嘛 他一定要土鳳梨 像他這是台三號喔 對 他的編號叫什麼 他的編號是三號的土鳳梨 喔叫三號的土鳳梨 好了 不要再說了 另外一個各位朋友們 那個啊 老師的意思是說 這個土鳳梨有沒有 是幾號 是幾號的土鳳梨做的 來我們答對的人 我只有一瓶 就只有一瓶 其實這本來是老師要送我的 這本來是老師要送我的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很特別的東西 想跟大家一起分享 所以就只有一瓶 第一個答對的人 我們就送你 來自於高雄大樹的土鳳梨醬 然後你可以做很多的料理 老師這個 除了做這個送的 我還可以幹嘛 你看他三號土鳳梨來講的話 他現在目前 他的顏色非常清澈 對 非常清澈 黃豆子 他現在目前就還要再放一個月 再放一個月 對 再放一個月 他包括我們的乾草 裡面有乾草耶 對啊 乾草 其實不只是有乾草 他裡面也有我們的梅子 梅子 梅子 他是 他裡面看到有水分 他是來自於鳳梨 他出水 他自己原來的水分 原來自己的水分出來的 所以說他有什麼 做一個料理 鳳梨苦瓜雞 今天我要出門的時候 今天我要給你一個小 因為我還沒吃到 我要出門的時候 可惡的我老婆 她本身要煮一個 一鍋的鳳梨苦瓜雞 真是太可惡了 大嫂 我待會去你家吃 結果我們還沒吃到 對 大嫂別急 等我 所以說可以煮我們的鳳梨苦瓜雞 加上再來的話 我們也可以來做 蒸魚 對啊 我們買魚回來我們用蒸魚 蒸魚的部分也可以來煮苦瓜 我們燜苦瓜喔 炒竹筍呢 炒竹筍也可以 再來就是我們的蚵環 什麼蚵環 是什麼 那個 芋旁邊不是有小 那個芋頭旁邊不是有小 蚵蚵 蚵蚵 蚵環 蚵環 蚵環一定蚵環 蚵環 老師答案是幾號鳳梨 三號的土鳳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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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答對了嗎 我來看看齁 三號土鳳梨 三號的土鳳梨 目前有王凱冰 對王凱冰先生 王凱冰 恭喜你 恭喜恭喜 那個徐小姐好可惜啊 徐小姐太可惜了 對啊 好多人太慢了 沒關係那我們就 我們該以我們收到需要定位 是王凱 王凱冰 對 冰喔那你就 我們待會再給你聯繫 那這個要冰嗎 這個不用冰 他沒冰就給你吃掉了 好了我們直播差不多告一個段 先跟大家做辦法了 好 那我們今天也就恭喜 得獎的兩位朋友 記得私訊我們的 客家公共傳播 基金皮家面書分子檔 然後我們留下你的姓名電話 跟地址 方便讓我們把禮物寄給你 我要洗手了 那今天也非常 謝謝阿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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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介紹他的時候 我就想說這叫做客家 客家美食的魔術師 真的 因為他們每次到最後 就總來給你神來一筆 或者是畫龍點睛 好啦請大家繼續來關注 不管是郭敏昌 還是許子葉 或者是黃宇娟 最主要是到我們的 客家公共傳播基金皮去幫我們按讚 好不好 然後隨時關注我們的直播喔 在這裡面 老太家說的聲音 再次再見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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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